北京时间8月28日,41岁的老妖当吉诺比利经过认真,考虑还是在这个夏天结束自己23年的职业篮球生涯。 吉诺比利和邓肯·帕克组成的GDP组合让人印象深刻,为马次队带来了四座总冠军,吉诺比利风骚的传球,让人踏为官职的蛇心突破,关键时刻手挤刀落的投篮,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。 老妖当吉诺比利宣布退役,买姆吉诺比利在NBA马次队效力16年,出场1057场常规赛,受罚350次,总得分拿到14043分外加3697个篮板401次入攻。 季后赛出场218次,拿到3054分874个篮板827次入攻,两次入选全明星阵容,拿到一次最佳第六人奖项。 我们一起开篇吉诺比利之一生涯的像数据之随,GDP组合得分,04-05赛季马次128-123太阳,吉诺比利出战44分钟,两分球15投11中,三分球7投5中,12发11中,拿到48分5篮板6助攻,篮板07-08赛季马次913-88猛龙,吉诺比利出战39分钟, 2分球10投7中,3分球12投6中,二发2中,拿到34分抢到15个篮板6助攻,篮博威奇科马姆助攻,12-13赛季马次130-102国王,吉诺比利出战23分钟, 2分球5投4中,三发1中,拿到9分4篮板送出15次助攻,抢断07-08赛季马次103,9-11胡人, 吉诺比利出战33分钟,2分球9投1中,三分球7投2中,六发4中,拿到12分6篮板4助攻,送出8次抢断, 再见马姆单场最高该冒记录14个,单场命中3分球记录18个,单场命中罚球18个, 最后再一次感谢吉诺比利给球迷带来的感动,再见,马姆,再见,GDP组合。